好了,來到星期四晚... 四... 四晚九點半 動漫時段 今日報新番,收聽直播可以登上 RadioData.hk 如果想重溫星期日節目就可以去到我們的網頁 www.acrubridge.org 如果想在直播時段和主程做一個直接的互動 可以在msnacrubridge.radio at gmail.com 或是group275180 at msnzone.cn 不好意思,遲了一點 是的,我是傑特 今天是6月15日還是16日? 16日 是的 那上個星期四就是6月... 其實只是主意一件事 那是套租會 我們稍後有機會... 我們轉換心情的時候會說 先說回 6月9日日本女青州村上輪主 因為卵巢銀流過世 是的 不過這個新聞是我們星期六 星期五晚上還未正式官方宣佈 是星期六才正式在村上小姐的金融人公司發表 正式宣佈 但是在星優傳出來 幾個星優傳出來的 即是辭職春賽 他剛剛去夏威夷 他自己去講就是在機場探出來 那村上輪... 我就是...他是我一個挺喜歡的 就是...他叫做... 那種... 我是...會挺喜歡的 但未去到很沉迷的那種類型 我跟你不同 我真的是... 白景都不得了 因為始終他配的那些角色呢 就是... 全部都是那些... 最...最感動的那些角色 他... 成名作啦 還有他的代表作 全部都是那些... 沒死的角色 不是...未必的 那他... 成名作啦 不思議遊戲啦 就張秀啦 那又是... 到最後又要... 即是... 我記得是... 即是... 為了美豬自己犧牲的 那就是要死啦 那另外兩套更加... 更加代表作的就是 聖槍修女和AIR啦 不過... 不是... 這部影片我以後都不敢看的了 不是...這部影片不是代表作 絕對是啦 聖槍修女和AIR 真正正的村上輪子 所以成名作是否代表作 我怎麼說 他一定是革命 成名作一定是... 不思議遊戲 不...是思議革命 因為他是女主角 他不是女主角 但是他... 但是他... 但是他一直出位 而且... 那些劇情是會... 真正正正村上輪子 所謂我叫第一線 即是... 海青上叫做什麼 他從來都不是第一線的 他是比較精的角色 即是他比較... 簡劇本 其實他是屬於做政態系的 例如他... 晉騰江 即是奇雲晉騰江 探知學院Q的名疾數碼 他都在瑞峰 基本上他都屬於叫做... 配合政... 他是屬於政態系的 裝意還有日向東樹 他本身... 他配女聲的話 就會是非常恐怖的 就是... 屬於機那種 我的形容就是... 我對... 我對... 最簡單就是... Key的三套 那... Kanon他的配角 就... OK啦 他經典的左右利 左右利其實就不太經典 老實說 他有一段很長的獨白 會在遊戲裡面說 是... 半個小時不停地說 那... 你不玩遊戲就會看不到 那... Air就不用說了 是女主角來的 神美觀寧 那麼... 啊... 棄如人生 他... 他跟神美觀寧 真是... 那... 那... 還有就... Curonado Curonado就... 就沒有什麼東西 Curonado就... 遊戲呢 就沒有的 就是他那個幻想少女那裡 是... 是沒有這個... 聲音出來的 甚至在電影版上都沒有聽 那他的攝影片呢 就會出給他 就是他幻想少女就... 突然間多了一些獨白 那就會變成是他講 現在電影版就沒有了 是由主男主角野到... 燕儀... 那個... 根本就好像連... 幻想少女都沒有啦 那一套... 東影版 那... 都會... 很見到... 他特別是會... 就是他... 他... 和桑島更加不同 他... 他... 桑島配那些... 會...會死那些角色 其實就不太過... 代表性的 就是... 芙蕾呀... 那些死就死吧 那些死就死吧 那些... 那些... 但是... 《村上托摩托》死青的都是... 那些都是... 他最... 他最... 那些聖槍修女 最後那一段跟按摩坐在木椅那段對白 很他人生的寫照 不想那麼早死 很不開心 我對穿信的認識 真的 第一次認識他一定是肯定革命 他作為隔壁本身是演一個幾男仔戲的少女 所以他演出明顯是跟之後的向東樹是同一類的 所謂叫村上的靜態人角色 其實他演出靜態 跟剛才我講的Sonna 他們兩個都演過向東樹 很明顯地 村上的角色是有一種陽光氣息 是開朗一點的 反而是男仔戲的比較頭 村上的靜態角色 但相比說桑刀就比較陰柔 真的比較瘦一點 比較瘦一點的 去定義的靜態是不夠精準的 他的精準就是拳王哥阿鮑 基本上你把拳王哥阿鮑 墮入所有村上的靜態典型就沒有死錯了 因為很平面就不會特別 但村上最強的都是他的女角 那女角我真的聽不到他 因為李坦應該挺好看的 我反而看過他最強弟子 配風林寺美羽 其實那邊也是劇情上不會需要他 是有趣的 因為風林寺美羽出開聲的時候 他令我誤會了 因為我認聲不是很厲害的 他令我誤會了是中原麻衣 但有不同的 只是這樣說 因為村上輪子 我坦白認為 他不是那種很容易 很有個人風格強烈 到你一聽就認得 例如是兵弓 能燈那類 他女聲方面 他令我想聯想到有些是中原麻衣的感覺 我想沒有了 村上輪子 簡單一點 你神秘觀寧找誰來代他呢 不知道 再簡單一點 Curonado的幻想少女 這個我反而不難 因為他的角色不太重 他是角色的特質 他會帶到一種特質給角色 這個角色不是太難 村上純粹是因為他演過之前Kiss的兩套 所以他去找他 這個角色不需要欺憤 而且不需要用到他 他是一種特質 現在大家經常看花澤 花澤會有一種很呼啊呼啊 很脫離 很軟綿綿 但有很脫離的特質 他 Tomoko 會有一種內缸外游的特質 但跟桑島很不同 他那種內缸外游會更多類性的微態 就是甜 或者你看看觀寧 或者我想說 村上的那種外缸外游是很直率的感覺 他令我想像到一個類似的就是千葉沙子 就是那種很直率性的 但問題就是 相比來說 桑島會有些複雜性 但村上是很純粹的感覺 我認為是很純粹的感覺 我認為千葉沙子和Tomoko更加兩類 但他有這個感覺 因為千葉沙子 又是一個不可能配到觀寧的聲優 但算了 其實觀寧 他永遠都會成為 千上Tomoko最重要的符號 那句 高露 即是 他整個人生的發展 可以這樣說 其實他 大家真的有些超自然 高霖的生涯 因爲 因爲 因爲之前 最後一次聽他的聲音 就是 遙遠遠時空中 因為這套是當時1tvspecial 一集過的 那我就聽過 他是最後一次破壞主角 因爲其實整個系列 遙遠時空中 這個系列 都是孫順培的 這是他的後空 因爲 光榮似乎沒有想過找其他 所以四個女主角 雖然名字不同 但都是孫順培的 總之是他的後空 四個女主角 接著 就是 例如 Aia 是 那個 也是一種 特質型的女主角 但是 更加不出 其實 他 簡劇本來真的很精 即 他 未至於像桑島那樣難拍 不如說他演技風格 應該說 他比較偏向配兒童響 例如說 如果你不聽兒童響作品 或者是正大戲作品 相對比較少聽到他的配音 有些聲優系 你以為他沒有配兒童響作品 其實他會配兒童響 或者配兒童節目那類聲音 所以這類風格 也不是 對 因為 等於什麼 等於很多配兒童響的角色 配兒童響 即是 等於 等於 一份 一份 是長工 即是 繼續收錢 而且 其實他 配兒童響 沒有 絕對沒有 我不是兒童響 是所謂的兒童節目 因為有很多兒童節目 其實是沒有 例如說 在盡頭上尾 其實他接著配兒童節目 但問題就是 那些是VO 即是旁白 即是VO 即是有的 其實有很多工作 你不能只看動畫工作 不是靠動畫工作 可以選擇 要轉直 要配CMDVO 村上是他 所以叫兒童 而且 這幾年村上 即是2008年 他就是 Detect到有癌症 他就是少了 他最後一次是艾莎 在情人夢裏面 他做艾莎 其實艾莎是很特別的 他叫小手 還是村上輪子 我不是說是花六個女版 是指他第一次去村上輪子 配艾莎 他很難得利用一把 我平常很少聽到 所以幾熟 即是中女聲音 去配的角色 是有幾個小小新意 因為對我來說 村上輪子不是一樣 所以他做什麼 每一次另外有不同驚喜的聲優 他是純演技派 不是有些聲優 你是會叫他 你這樣角色都可以配 但是村上不是這種人 他不是這類聲優 即是他有幾類角色 他專配 他配得很厲害 但你不會期待 他也不會去選擇 他做什麼 挑戰自己 購買古人精怪的角色配 當然他找得精 即是你不會像紫安武人 那我真的 就是由他第一部開始看到現在 可能他後面有些我真的沒有看 我對他真的相當有感受 我提醒他也是正態系 不知為何 相當勇重 Aer和Carlon我都沒有看 如果要看是風林指尾語 如果他配女主角的話 不過是頗為浪費的 因為那個色奇幾花樽 這個 他就有兩部一定要看 但我以後都不會再看 即是聖槍秀女和Aer 笑的革命就看一下 我是怎樣會看 不是 這部作為一部動畫 他作為女主角 他的contribution 即是他的必要性 就不是太多 即是他在小甲那裡 但是 他演活了兩個角色 就是我剛才說的兩個 那算了 即是他寫差不多 有一個叫慾勇女主角 原本沒有他的份 都開給他 有一次他有兩次強勁給他 他幾乎要用到 我這樣說 即是村上小姐的演出 即是他有一個 即是我剛才跟朋友說 即是討論這個 即是他講村上 即是他有一個比較冷耗的 即是他今次的情況 即是他未至於好嚴 即是未說好大 即是他沒有代替 即是他 他的角色是不可以代替的 即是你一定是他 即是他一定是他 但是他本身 他選影片來配 他就 未必會經常見到他 但是他又 從來沒有令我失望過 即是說 企鱧鱧找了桑島 《家裡情人夢》的布莉蓮就是《似學生有你》 有說你沒有人可以接觸角色的 但算是不幸 也不知道是不幸的 Aer和卡朗基本上都沒有在身族的情況 所以不用擔心仇恨這些角色 因為其實這類星周離世有名例子 最大件事就是嚴責堅人 其實都不是的 因為嚴責最大件事 始終他也太老了 不是的 他不是老了 他意外生故 意外死的 我記得當時他跌倒下樓梯跌倒下 這種問題就是 你說寧次人校因為他病了那段時間 或者是他有兩年時間 但嚴責堅人突然其內意外 然後是用了嚴責的情況 其實這些會很在One Piece班裡體驗到 那些全部配One Piece那些都 最老那個田中真宮羅紀七十 羅紀七十 這些隨時都要找人頂的 但是 現在是要整批換的 你沒有機會看到一個四十歲的星優 這樣死了 四十幾歲 上次最早就是配 一下子不出 你不會看到一個 還在配萌繫星優的 萌繫角色的女星優 突然死了 應該說 會有很強烈的聯想和感觸 作為一個還可以配萌繫或兒童向的星優 萌繫就未必 但兒童向的星優 其實他還是很當打 因為有很多兒童向的星優 是50多歲的 其實兒童向的星優 更加容易搞 小了萌繫 其實後廊很多 但兒童向就反而少 因為兒童向其實是差一些 政界是很專門的人 其實這種叫做不是一般星優 即是偶像星優十幾歲 小女子走出來就可以配正太 是很專門的人 普遍來說 有很多 配萌繫的女星優 配到正太 水柱都配到正太 不要說 算吧 其實她配了不代表她會好 我不過也有問題 至少 可能是不行的 不過水柱我們不敢說 說到這裏 我沒有什麼想說 好 那我們套租大會 我們要中和一下我們的神經 換一個套租的話題 什麼 伊拉豬媽GundamH 紫雙高達 不是 伊拉豬媽Gundam 剛剛出了紫雙戰機 單波雷Gundam 或者伊拉豬媽Gundam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我看她的發表會 我看完她 首先看人遲 看人遲 第一個發言就是 蛤 是不是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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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是看什麼 我不是看發表會 我是看那張雜誌圖 我忘記是GundamAce的圖 還是可樂可樂的圖 這樣彈出來 唉 一看到已經很不開胃 那我很 不是我噴飯 不是我噴飯 很卑微地妄想她 只是一套漫畫 雖然她是彩色 但這漫畫也可以有彩圖 但自從她的發表會 我心死 我都不是心死 我真的不想到 我實在沒什麼期待 我沒什麼期待 她可以說打了我死穴 我怎麼不喜歡 眼鏡的那些 她最大的字 要日夜訪火Lv.5 我不死給你看 現在J1GGGG 真的 真的 有點帶熱熱 software 現在J1G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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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s 不 但這兩句東西不是大家合在來的 這兩句 PUCC 怎麼 recent 很想這裡有點難看 我想身材搜大貓 不關他事的 新YC 什麼不關他事 他現在是Series構成 就是誰找他做Series構成的 我只是接工作 公司找我 一個願意 一個願意 很簡單就是 附近交稿 你肯出錢是負責任的 他叫你去出舉稿 新YC肯出錢 別人去訪博回來 不是進行訪博說不上 就算是日日訪博 還有很多彎轉 他做一些SD版就算了 上次的Captain Gundam 什麼SD 什麼異域 阿古哲斯 今次好像是打外星人 他不是外星人 他是很噁心的怪獸 做什麼保養 今次喜歡打外星人 喜歡打異形 又不是超級系 其實是兒童向 其實是超級系 我覺得他真的是索斯機械獸這樣的格局 單波雷Gundam 他一開始 尤秀菲那隻這麼噁心的機械獸 接著他打正文星 我真是 馬上關掉影片 對於智田來說 他在腳板機械裏面比較方便 因為不用投行地 又要做什麼大反派 外星的怪獸他很容易想 但除此之外 你給我理由 我這套是怎樣的 他現在連看Seed 大個班都得罪買 Seed 好 說真的 Seed 其實應該說 Seed 如果你有救 當然 Dawson White 既然救不回 索性 扔掉垃圾桶 然後OO 又變成超級 加林大戰 OG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的年齡層 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10級而降 就是他從UC 可能是打回比較高中 初中也好 高中以上 Seed很明顯是高小到初中 初中 現在 純小學生 對 做小學生應該看超完你三姐妹 看這些 你有病嗎 對 不是 小學生 你都看這套 都不知道說什麼 你說看那些 你說看現在專門很厲害 單波人戰機都沒有問題 那或者 SC戰國拳 SC三個字都不可以 這幾套 我覺得是適合小學生看的 但是 麻煩 Gundam都可以的 如果這關就是 就當勇者王 如果 FIRST Gundam是這個樣子 他現在慢慢演變成 UC那種世界 那就沒什麼問題 不過他現在是退化 他才死 ysics southeast 完全不同 等我不適合 剛才夕刻戰機出發出我 就是看它前面就參加他的 combined 你不是還OL material 你當然看的是ambling 對於我來說 我們是被詏面追 後面才是負責的 咳你只是氣罵 Nagel 你好苦的 你不會有一種 我是會氣罵的 因為做宅resse 作為〈工作事〉 如果我不是工作事〈工作事〈工作事〉 那麼我可以交流他的 我是作為一個高達是高達的 我之前也是這樣說 無論他拍一些高大A夢 高大Peace 或明星探高大 他說連番 要捱五十集 對的 因為兒童向組是連番 正常都是連番的 因為分析過的 因為兒童向始終是幾段時間出小 記得那個角色 如果你一跪的話 小學生根本還沒記得那個角色就已經播完了 我又不是這樣看 主要是因為小學生 賣玩具嗎 賣玩具這個也很閒 最重要的是小學生未必雜集追到 所以一定要長假 如果貴的話 一、兩集都忘記了 還要是雜集的劇情也要差不多 讓他支援小學生看小一集的衝擊 所以看東映的融合是雜集差不多 雜集都需要差不多 尤其是戰隊和PTQ也是這樣 雜集會比較好 雜集會比較好 高達貶食到這個地步 基本上都沒得夠了 沒有 有 他這個項目也很嚴重 還不夠噁心 他還要出一些甲蟲王那些 擺敷露天堂的機 他好像砌一部一、一、四、四的高達洲 給這部機型 在這部機裡面打 嘩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那部機當然是Lv.5出的 那部機當然是Lv.5出的 雜集會翻炒Wing Gundam的小說 將Wing Gundam重新翻炒一次 G高達都翻炒了 你還要死出來的那些 我只聽過劇情介紹 我已經在嘔吐 上次都說過 比你貼Sir的這部機其實不差 不是吧 降單波雷筋就沒問題 你看現在的Gimai Evan 你還是會看婦女 所以我不看 他出了兩季 他不是兩季 他是兩輯 總之一百多集 你現在玩到 年回是這樣的 嘩 真是嘔血 今年十月精彩 有虛遠的飛絲龍 又有這部Dumball和Gundam 是兩個極端來的 虛遠的極端我沒問題 還有那部小數都看完 我知道了他的死壞東西 知道了他的龍尿 然後他告訴我 突然要公布 說要拍海貓第二季 一齊吐血 讓我們明年這半年 集集每個星期 每個星期都說完 那我 我的PV 其實最後都勉強看完 而且他就好像 那些人說 好像UNICON 那也是 那些MS 他不是MS 總之是一些怪 打了靜民星 打了整個靜民星 都是火害 之後 那小孩子 就 上了他爸爸坐的高達 那他媽媽在他面前死 那他媽媽在他面前死 哈哈哈哈 他怎麼這麼老套 這個真的是老套不得了 那 十月 年回 想 保佑我們 星之分魔師已經是很難頂的了 那他應該都是 十九月未完 那這套東西 怎麼看都是接拾 日午的時間 不用說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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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 就算是銀文 已經可以分析 因為黃金世界 可以把這個東西 我覺得 也是 15個時間 雖然是高達 他除了日夜的放播 是Curie構成 還有其他LV5的爪環都會在那裡看到 所以吐血 唉 不如雷頓教授不要太生氣了 雷頓教授不就出了電影版 我希望雷頓教授 雷頓教授有這麼多偵探東西 他很難砍練 他不像小亂手一人殺人足球 可以拖拖拖拖 那我真是罵完也是繼續看的 Bee!那一隻 那要怎麼說 好 其實差不多了 那今星期五有什麼話說 今星期五有什麼話說 琳瑋合意 對 琳瑋合意 嘩 Dr.Krimer 禁補典嗎 隨便吧 但隔不中還是要找些東西出來 一套是原作狗血節程度 一拉一本書 養兩樣 狗血節都可以拿去捐的 講到醫療漫畫 我剛剛看到在我們forum看到 雅明君收拾了手機和Badjet出來 就Badjet Badjet不要緊 雅明君才要回答客人 就是 跟虛偕拍摩托手機有什麼分別呢 那都說我越來越輕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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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 我真的 好啦 今天到此為止 就是這樣 明天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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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算了 其實這個是醫療漫畫的熱身 我們以來的一次 我們會說其他的醫療漫畫 明天動漫廢物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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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畢結 乖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